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了 在气派将来还不是会成为您老的女婿不是 这也给您能长脸了不是 哈 十七 你说这话我爱听 可进而嘚瑟吧 少婉居然笑出了声 全场都感叹于这名字的霸气 少婉这笑声倒显得格格不入了 少婉尴尬地说道 没事 没事 祖宗我就是替滚滚高兴 高兴 你们继续 玉兮也沉浸了半嗓 有些疑惑地问道 东华 太成功有晨曦殿吗 我怎么不知道 东华帝君说道 嗯 有 来 你们随我来 众人随着东华帝君一部偏殿 驻足 说道 这里便是 这不是偏殿吗 还没有名字 玉兮说道 现在他有了 东华帝君抬手 自左往右 手掌慢慢推移 一块雕刻精致的牌匾 悬于偏殿之上 上面赫然醒目的三个大字 陈希殿 抱着滚滚的玉兮惊喜地说道 东华 你何时做了这牌匾 嗯 你被我为了补原神的丹药睡着的时候 东华帝君倒是显得很洒脱 玉兮一听面露尴尬 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被你为了补原神丹药 希儿 是你睡着的时候 我用仙法将丹药化成了气体 东华帝君懒过玉兮的肩膀解释道 一家三口 羡煞旁人 帝君 少帝君的抓周已经安排好了 众人上前说道 走走走 都别站着了 走吧 帝君 请 我倒要看看我们家滚滚抓个什么东西 白纸招呼道 诸位上神请一步大厅 东华帝君客套地说道 太成功大厅内 正桌上已经摆好了 按照东华帝君和玉兮商量的意思 桌上摆放了书 钱 文房四宝 还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东西 便是东华帝君的仓盒 为了方便滚滚抓 还特地变小了许多 和玉兮要求的国产 要说这仓盒倒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男孩子嘛 父君又是个四海八荒的第一人 自然希望他修为功利了的 可这国产是个怎么回事 惹得众人议论纷纷 还是哲言最先提出来一问 问道 我说 这国产是个什么意思 其他人也开始一轮开来 玉兮倒是很自豪地说道 我让放的啊 因为我会的东华都会 东华唯一不会的就是厨艺 而且他说以后等滚滚继位了 我们就出去游玩 我自然希望他可以掌握厨艺 不至于自己想吃点什么让别人做 还做不出那个味道 啊 你倒是挺会喂雨绸缪的 哲言挑大了眼眶 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那还得看滚滚会不会抓呢 即便抓住了 这么大的孩子懂什么 或许觉得好玩罢了 白纸倒是看得透彻 来吧 滚滚 去看看你喜欢什么 就拿什么 东华帝君将滚滚放到了桌上 小家伙还转过脸来 看了看四周的人 眨巴着黑溜溜的大眼睛 看了看东华帝君和玉兮 去吧 玉兮上前摸了摸滚滚的头 微笑着 小滚滚慢慢转过身去 面对着面前摆放的物件 眼神里透着好奇 想伸出手又缩了回来 还是转过脸来看了看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点点头 说道 去挑个自己喜欢的 小家伙似乎是懂了 又一次转过脸去 抬起手 周边的众人都跟着紧张了些 瞬间也安静了下来 只见小家伙低着头看着面前的物件 果然没有让东华帝君失望的事 小手直接去取了仓盒握于手中 随即又取了书来 接下来居然把书打开了 把仓盒夹在了书里 放在了自己的小腿上 又抬手取了薄笔和宣纸 胡乱地画了几笔 可为独钱和玉兮的那个锅铲 瞧都没有瞧一眼 见此状 众人都笑了起来 这兴趣跟帝君没什么差别吧 看来帝君退隐后 一个新帝君会尚未如出一辙 哲言笑着说道 呵呵 希望如上神所言 东华帝君笑了笑 好吧 以后还是我做饭给你们父子吃 玉兮的愿望落空了 只好妥协地说道 儿子 你跟你父君一样 娘亲也开心 哈哈 祖宗我的女婿 并然也是个出类拔萃的 少婉得一了起来 白纸瞪了眼少婉 少婉倒是毫不示弱地 也瞪了回去 以后看他们各自的造话吧 说什么都为之过早 胡后倒是说了句实在话 嗯 这话不错 万一这性子也如帝君一般 哲言没有接着说下去 只是笑了笑 看来 以后我这歪孙子的功课 定然是要比他娘好的 白衣冷不丁地来了这句话 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玉兮历劫时最不喜的就是功课了 自然也成了一个笑点 大家都笑出了声 比我好才好呢 省心 对吧爹爹 玉兮吐吐舌头 冲着白衣笑了笑 仲林说道 这抓周礼璧 各位上神请入席 帝君帝后 宴席可以开始了 好 东华帝君和玉兮点点头 众人都坐了下来 席上又是哲言赠送的桃花醉 一个个都觉得顺势醇香 功愁交错间 哲言端起酒杯 走到东华帝君和玉兮面前 帝君 小九 今日小滚滚滚周碎里 这不送个礼物吗 好像太说不过去 来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话音刚落 哲言的另一只手中 就出现了一把折扇地语玉兮 玉兮问道 哲言 这扇子是 多谢上神 东华帝君端起酒杯 似有敬酒之意 哲言 你也太没有创意了 以前送我也是折扇 你今次送滚滚也是折扇 白浅取笑着说道 哲言不以为然一笑 说道 你别小看了这扇子 可是有我的三成法力在上面的 至少可在危机时刻 护得滚滚周全 你那把也是就是与你附庸风雅玩耍罢了的 你就偏心眼吧 白浅白了一眼哲言 你喝了我那么多的桃花醉 还想我送你什么宝贝 哲言嫌弃一脸喝了口酒 玉兮一听三成法力 觉得如此贵重 有些犹豫的说道 哲言 这个太贵重了 滚滚还小 收着吧 就当我送她的礼物了 以后要是你们夫妻二人嫌弃她多余了 送完我桃林陪着我玩玩也不错 哲言开玩笑说道 玉兮娇称道 哲言 呵呵如此多谢上神 东华帝君笑着说道 哎 我说你们不表示表示 好歹也是你白家的第一个从外孙不是 哲言招呼着白家人也遇到 白真说道 哲言 就你快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准备呢 于是席间 凡是宴会上的众人 一家一个代表 君奉上了自己的礼物 连一旁的众龄都不禁感叹 这少帝君果然是不得了 收的礼物都叫常人之珍惜 个个都争着要收她为徒 刺个儿的爹又是鼎厉害的人物 则则则 以后不得了啊 熟练的微入她的怀中 那是她深深眷恋的位置 陛下 这一声称呼 仿佛又将二人带回了凡间皇宫的那时候 东华心中一痛 将凤九紧贴着自己胸膛紧紧拥住 九儿 你背九儿回来 九儿很开心 可是你全身都淋湿了 九儿也很难过 我们以后 以后等雨停了再走回来 好不好 凤九一是恍惚 还以为回到了东华在大雨中 被她回寝殿的时候 东华闭了闭眼 低声道 好 声音中藏着压抑许久的情感 凤九抬起头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没您见过 芸